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0年 疫情笼罩 改变了人们原有的生活方式 中国消费者被压抑的需求在这一天彻底得到了释放 从而造就了交易额的大涨 不过 就在大家都沉浸在消费狂欢之时 赴美上市的阿里巴巴股票却迎来了疫情以后最大的一次跌幅 从11月初的310美元跌至266亿美元 市值蒸发了1200亿美元 这是为什么呢 今天 我们就来看一看淘宝双11的前与后 面对消费者与投资商的是今年4900多亿的消费总额 光鲜亮丽 刺激神经 但是背后确实是一个被拉长的双11 往年 双11从0点开始逐步披露交易额数据 几秒破10亿 几分钟破百亿 一觉醒来 发现数字可能已经过千亿 然后在下午某个时段超过去年 当晚零点再宣布全天交易额 但是今年的双11则让外界惊叹 零点刚开始过去半小时 就公布第一个成交额3723亿元 看上去 中国消费者在30分钟内并发的购买力 就已经超过去年已经颇为乐观的2684亿元 而且超过了1000多亿元 但实际上 看起来耀眼的成绩单其实有猫腻 平台拉长了今年的预售期 从11月1号开始可以支付定金 并在11月11号支付尾款 而且还将11月1号至3号设为另一个促销期 与双11当天优惠力度相同 通过这种方式 长达11天的交易额大略被压缩到两个时间段 1号至3号和11号当天 事实上 4982亿元 也分别是在这两个时间段交易的总和 其中1号至3号录得1266亿元 11号全天3716亿元 所以 精明的投资者 并不会为那长达十几位数的消费额去买单 阿里巴巴的股票自然没有得到对应的拉升 当然 双11的数据的水分 充其量只是没有造成市值的增长 但绝对也不足以引发暴跌 而真正撼动阿里巴巴股价的 则是背后监管层的几个杀手锏 首先就是蚂蚁金服的上市中断 作为持有蚂蚁33%股份的关联公司 当时 阿里巴巴已经历了一波股价大跌 大家都纷纷猜测 阿里集团的掌门人马云 是不是被国家政府给盯上了 恐慌情绪四起 甚至与马云的最大竞争对手马化腾 就主动交枪 卸去了财富通法人的位置 除此之外 给淘宝送上致命一击的 便是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签发的一份文件 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 征求意见稿 这份文件直接针对平台经济领域垄断行为 要求禁止经营者达成 实施垄断协议 垄断协议分为横向垄断协议 纵向垄断协议 轴浮协议等 同时还召开规范线上经济秩序指导会 并指平台不是反垄断的法外之地 该文件还明确 垄断行为主要包括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经营者集中行为 滥用行政权力排除 限制竞争行为等 进一步聚焦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包括不公平价格行为 低于成本销售 拒绝交易 限定交易 搭售或者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 差别待遇等 这意味着 往年双11曾出现过 要求商家在电商平台中二选一 以及互联网平台 长期被舆论诟病已久的 先涨后价的伪降价 在这份文件中 都被明确为违规行为 因此 这份文件对于天猫淘宝的冲击 乃至京东腾讯的冲击 绝对都是核弹籍的 不过 也有分析机构认为 该文件是短期利空 长期利好 大和证券的一份报告称 尽管我们认为监管问题 可能是互联网公司 进入2021年的最大风险因素 但我们相信 随着平台经济 为整体经济带来创新和数字化 中国政府的目标 不是遏制互联网公司的发展 相反 我们认为 它提出的法规 可能将竞争格局 塑造为更加平衡和可持续的环境 以实现长期增长 其实 欧美国家对于运用反垄断调查的手段 限制互联网巨头 可谓是驾轻就熟 随着中国互联网企业 相继积身全球第一梯队 这些被常用的手段 自然也会接踵而至 但是 正如反垄断指南中所强调的 反垄断的目的之一 是保持经济中的竞争机制 从而激励创新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需要接受这样的洗礼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